畢竟 飾 谁交我新秀 前往彼岸残缺的愁 这一次握进命运绝不低头 天润已难受 无畏的梦都谁尽求 风雨聚散 孤帆遥夜的浮游 生风在今几天孤身的花朵 鲜艳被刺破 却让我独遍街上出一风飞翔的轮廓 穿过新的万物生长 就算梦迷惘 负贫汹涌的剧烂 穿过新的山下跌当 有勇气抵抗 拥抱宿命的影响 为爱才有望 为爱肆意放 传过新的万物生长 有勇气抵抗 拥抱宿命的影响 为爱才有望 殿下 凌王世子来了 胡远熙来了 是 怎么 殿下公务繁忙 无空见我这个闲人了 今日是挂了什么妖风啊 竟然飘来了这么大朵银材 无事不登三宝殿 自然是有事要跟殿下商量 不会又让我抱怨哪家的点心吧 上回买了那么些 就吃了一口 甜得丫头 怎么会呢 殿下司长大理斯 说起来 这刑律官司 也算是您的份逆事 你可别卖官子啊 就你这表情 我一看就知道 肯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怎么叫坏主意呢 殿下不知 今日有人在府衙 击鼓闹何离 何离 我怎么会知道 和我什么关系 没有冤情 全靠殿下今日做个活青天来 堂下何人 状告何事啊 小女姓花明旨 先是花家家主 我姑母花贤 十五年前嫁与杨琪 如今想要与她和礼 原来如此 妇人花贤 你这是想修夫啊 回夫意 民妇与杨琪在家中度日如年 再也不愿与其过了 相来夫为上 妇随从 敬顺之礼 来 妇人是大礼也 哪有 说不想过 就不想过的道理啊 谢王殿上 您怎么来了 今日大礼寺得闲 听闻这里有奇案 您来看看 他怎么来了 坐 花质 我想起来你是谁了 我是谁 与我姑母的合理暗无碍 方才说到哪儿了 回殿下 杨琪侵占我姑母的嫁状 分文不善 常年打我姑母 我姑母身上的伤痕 便是挺正的 可有误证 有 有 有 这里面一份是我姑母的资数状 一份是我姑母出格时架装的单子 我姑母身上的旧伤心伤 皆由京中三位名医旧证 白纸黑字皆有品证 庄庄明白 渐渐属失 若殿下有什么不相信的 可以叫个婆子来当堂宴伤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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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得为曹明做主啊 曹明也知晓利律 也问过壮事 死内人这般情状 连折伤都不算 若是男子打了几家妇人 便要判合理 那天下 还有能过得下去的夫妇吗 好 依你看 该怎么判 回殿下 依大庆律 付欧妻 非死非伤 不论 至折伤之上 还减凡人二等 这夫人花贤 非死非伤 理应不论 正是 正是 不应有所知 大庆律中亦云 若已是夫妇之意 建议凡人问你 像杨琪这般清吞七才 欧妻上子 更有甚者前几日将我囚禁 想要索我性命 早已失去了夫妇之意 殿下 草民乃杨琪与花贤之子 方才花姑娘所言 具具属实 草民可以作证 你 好一个铁嘴钢牙的花大姑娘 不错 确实有这么一条 殿下果然博文强制 我们所要求的并不多 只要杨琪与我姑母合理 并且赔偿我姑母两百贯 这是什么道理 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 这就两百贯哪 是 花大姑娘 这两百贯钱 又为何而来啊 杨琪倾吞我姑母的嫁妆一百八十贯 这几日 我带着姑母寻衣问证 花费了三贯 加上我姑母日后还需抚养幼子 只要两百贯 已经是念在了夫妻情分 姓杨的 贤儿的架子 你给老娘统统吐出来 她两家既已失和 本府可以办合理 只是这罚金嘛 比大清律是没有的 大清律是没有 可是明封二年 六年 十一年 兼有先例 你口中所举 皆是我皇祖父还是皇子 皆兼任服饮时的派遣 殿下明鉴 别罢 准杨琪与花钱合理 准杨琪比一个月内上较两百贯钱 太有花钱 肥者收押 占一百 你们 你们 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 我们才不要你的命 我们要你卖房卖地欠债还钱 你 你 你 好 好 人呢 我说这种压尖嘴吏的女子你也敢招惹 不怕哪天把你给告了 我不怕 殿下自己小心便好 我可没有这种风流战啊 你看看你现在穿成什么样 去人家家里帮行还帮出瘾了是吧 有段时间没缺了 有段时间没缺了 你不会认真了吧 兄长以为呢 吴远希 咱俩打个赌 赌什么 一个月后 若你还没有验他 那我就送你们一段冤阳剂 三个月后 若你们还可以轻轻握握 我就送他一座白玉观音 若再往后呢 还往后 难不成 你们还能私混半年 好 这一回 你可欠我个人情了啊 我只说让你坐回青天 可没说过叫你帮谁 堂堂世子不许耍赖啊 你还是好好想想 在如何帮我这份荣情 我一个无知无畏的闲人 哪里有本事还你陷王殿下的人情 若人领兵打仗 朝中的青天将领 皆不及呢 现在天下太平 哪里有什么账可以打 这人情我怕是还不了 世事难料 皆走着瞧 说不准便有机会了呢 怎么说的好像 您已经吊到了似的 话不可以乱说啊 还是喝你的茶吧 这茶确实不错 我拿走了 在你的人情部上 一边记下吧 顾远希 你这次打北边回来 越发惹人闲了啊 说起来 你同你的父亲又如何了 听说父皇强令你们中国语好 告辞 这顾家的父子 他造了什么孽 李王爷 还是一桶喝好茶 陶 陶 那个 说 凌王府来信 说凌王爷叫您回去一趟 好像是 凌王爷身体不太好了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行了 就寻到这儿吧 上回凌王殿下可是不让大怒的 王爷这几日不是怎么了 夜里不许任何人靠近寝殿 也不许府上有暗的地方 屋里照的灯火通明的 听说是怕有人害的 我也听说 王爷现如今生怕天黑 也怕睡觉 一日强碎过一日 走回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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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动手啊 救火 快快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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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快点快点 快点 救火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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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世泽 我们一起见着火了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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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中的那个宅子在哪儿啊 就在这条街的街尾 小时小了点 但是正好母母子住 反正抬脚就能见到你们 不能再进了 虽然上学也方便 那明儿我陪你去看看 给你长长眼 好 芷儿 咱们的家主 给大家说几句吧 各位 今日这宴席 一是为了庆祝姑母和隋安 终于开始新生活 二是为了庆祝四生母女平安 给我们花家再添了一个小姑娘 好 大家一起喝一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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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四弟妹 不能喝酒 你呀 你跟她是最好的 你替她喝了吧 芷儿 来 那我替四婶再喝一杯 再给你来一杯 真是好啊 这花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家里的人不是多 是都回来了 是让芷儿都接回来了 以前我觉得我们女人嫁出去以后 就两头都没退路了 可现如今 二贵回来了 贤儿又拖了苦海 我这么看着 心里面就觉得特别踏实 反正以后我们遇到什么事 我们都有家可回 无论如何 咱们的花纸 谁都不会扔下的 芷儿 我 谢谢你 我们快尝尝 我也谢谢你 大姑娘 二贵 少到 娘 你们两个啊 笨嘴捉舌的 都不会说话 不会说不要说 我看呢 我们每个人 一个一个的敬芷儿一杯 好不好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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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燕熙 今晚的月色真好 你在哪儿 燕熙 让我抱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 你怎么了 你别看我 看看天门 今晚的月色我漂亮 好 那年善元节的月色 你还记得吗 很美 就像今天一样 人家的人 是 你 有 有 都为了 你 我 你 你 是 有 我 就像我母亲山谷一样 变成街头巷尉 茶余饭后的谈资 和永不见天日的真相 今日宴席你没来 浮动调劳几活好久 你错过了 是吗 那太阳了 你想尝尝吗 不忍受 不退出 只怕疯 最初那道光 它是绝把光都带走 你是我闪烁的星球 用记忆一切 帮我输球 为我守候 不忍受 不退出 不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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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了 这道窗吧 总算是接过去了 燕西心里的那道坎 也能过去了 对 大官 这 拿着吧 一下啬 你差事办得好 多谢陛下 多谢大官 昨天夜里灵王她 说是意外走了谁 哪来那么多意外 真是没想到啊 官家坐牢二十年天子 头发都快白了 杀心还是这么生 宫里方才传令 欠殿下查清灵王身故的案子 叫我查清 这分明是让灵王来敲打我 让我千万要小心 不要成为他心里的那根刺 否则 来了来了 艾草汤来了 小心烫啊 灯烫两边 来了来了 艾草汤来了 小心小心点 跑得快可没赏钱 三夫人 今天我可不能听你的路 我等着四倍上了 我都不记得了 上次咱们写儿会是什么时候 哎呀是短的时候呢 这跑步间竟然过了五六年了 是啊 哎 芷丫头呢 再不来这水多凉了 哎 只要事多 三嫂全全操办便是 那好吧 来来来来来 添盘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是我的 来来来来 都好了吗 好了吗 好了好了 来来来 玉米啊 把孩子的手啊 放到这艾草汤里面洗洗 慢点小心小心 还有我的一份呢 哎 芷丫 你们来得正巧 赶上了 叶先生也来了 叶先生 你看这孩子可爱吗 非常可爱 那既然可爱 可不能白看呐 人叶先生是客人 来了就是心意 不要让人叶先生破废了 你就别管他了 他呀掉进前眼里了 今后也是我的学生 见面你自然也是潮分 我还不得了 不行不行 叶先生 这太贵重了 待他长大了 我再包一份更重 你跟叶先生客气什么呢 李在重 东家在这儿呢 还能饿死 叶先生不成吗 是啊是啊 这丫头 记得替我们 给叶先生掌掌月钱 都有灵啊 来来来来 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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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孩子以后啊 比纸儿还能挣钱呢 那它可要长快些 多多帮帮我 纸儿你帮帮 能给我抱抱吗 玉娘 孩子是不是还没有起乳娘啊 你这个当娘的 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字呀 我读书前 一时想不到什么好名字 如我再想想 这个简单 你呀 准备一个点心 去找穆先生问问 这马皇都里 数他的学问最好了 就是 就是 赶紧去吧 其实啊 我单独给他备了一份礼 你什么时候学会乱花钱了 这怎么叫乱花钱呢 我找太和酒楼 买了十八坛最好的石冬春 买到紫黄居的竹林里了 纸儿 他是我亲眼看着生出来的 我怎么疼爱他都不为过 四婶 你是不是想等四叔回来了 再给女儿起名字 我还在归中时 没想到会遇到他那样一个人 成了亲 也没想过我们有孩子的情形 如今有了孩子 不想竟是这样的今日 其实我一直都好奇 像你这样闲静的女子 而我四叔 又是家中最浪当不羁的 你们怎么会相识相知呢 说了 你可别笑 我年少时歌喉甚家 归中无聊时 常常放歌自语 身为官宦闺秀 唱曲儿可不是什么光彩的喜好 所以 我只能偶尔在花园里唱一会儿 自语自乐 这牲口真不解风情 快听 想来摇池仙音 也不过什么 看似相遇之何处 唱得好 娘子歌喉 当属黄都第一 敢问娘子师从何人哪 这人是谁 世上 怎会有如此冒失的灯徒子 走 马儿啊 马儿 你说今天还能听得到吗 姑娘 我听门子说的那个小顽固 天天在咱们墙外站着 真烦人 她站在外头做什么 那谁知道 不过姑娘你别怕 她要是敢做什么 就叫老爷打断她的腿 可她也没做什么坏事 姑娘 你上面写了什么呀 谁知道呢 又不来一个 昔日闻君歌一曲 如听心悦耳赞鸣 什么歪史 她几等音律 我每唱一曲 她便在风筝上写字评点 与其说是评点 不如说是夸赞 那时我才明白了 什么叫知音 后来 她每日都来听我唱歌 姑娘 姑娘 公子来了 来了 便将风筝放起来 我就知道她在墙外了 我不知她长得是高是矮 她也不知 我生得是美是丑 就这样整整半年 一线定名君几句 身险许诗 现人座 楼中弄玉 吹枭旅 同学单山 凤凰云 凤凰 凤凰来不来 消失行云 再可许 弄玉 枭旅 凤凰云 马儿 跑 驾 驾 娘子等我 我马上就来提亲 想想 都有点后怕 我与他素未谋面 只以音律相交 倘若他面貌丑陋 倒也罢了 若是此人品性败坏 或者心思奸贤 就完了 可你还是嫁了 是啊 若叫我再选一次 我还是会嫁 情之一字就是如此 就像闭着眼睛往独木桥上走 明知一步插池 便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但这句话我不说出口 这一步我不走出来 此生一定会觉得遗憾 若心想想 没见过面便深许他人虽然可怕 但一想到 我若是错过了平遥 此生无法与他结缘 相守 那才真是可怕 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和勇气 都用在那一日 四叔也选择迈出了这一步 他也过了这独木桥 所以才有了你们这一对驾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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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看这儿干 干什么呢 吃外饭呢 老子就在这儿吃面子 干 臭懒 偷懒 是 让你偷懒 你住手 我二弟文若 自由身体就不好 他方才是守绝非故意 即便我们是罪人 在这三百种重八兴枪 也是为守大清兵将尽力 你是财官 实的也是大清风怒 怎能这般肆意灵地 把他人当作牛马门生辱 大哥 别说了 折辱 还在这儿跟我咬完嚼字 本世家大族的谱呢 老子手里的鞭子 可不是你姓慎名神 小婷 你兄弟出头是不是 好 把他今儿的活全干了 干不完 你们谁也没想走 你敢 陈衣 有点小意思 我拿去喝多酒 满满身子 这点钱想提点求情 你也不撒抱歉 照着自己几斤脊梁 还以为自己是朝廷大员呢 今天 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家 陈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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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干吗 你不知道 吴将军今儿来巡查 别的陈衣都赶过去了 吴将军 吴将军真的来了 你呀 大笑就给你记得了 想不到我们都这把年纪 却过上这种日子 大哥 我还是担心家里 担心玻璃他俩过得好不好 这古地坊 还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 我闭嘴吧 父亲那么年纪 如今还在坝上搬石头 你们倒自愿自愈起来了 堂堂七水难二 这点苦都被碳身炎 不如父女小儿吧 他们留在家里 想把日子过下去 吃得口一定不比咱们少 你给李哥做了宵夜啊 是的 我也乏了 你陪他一会儿吧 二夫人 你给李哥做汤了 是啊 他晚上用功 容易肚子饿 这个点心是我现学的 我刚刚第一次做 跟福东肯定是没法比 但是我尝了味道 不丢人的 所以呢 您一起尝尝嘛 来 娘 你也吃一会儿吧 这个汤 我也是第一次做 你尝尝咸淡 好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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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这个树了 肯定没酸葱 算 算了三遍 肯定没错 竟攒了这么多钱了 当初哪能想到呢 三婶 把大家叫唐屋 我有话要说 好端端的 花这个钱请画师来 换我们娘脸做什么 大姑娘安排的 具体我也不清楚 芷儿在哪儿 我去问问她 在唐屋里头 跟大家商量事呢 行 你帮我看一下孩子 芷儿 本想晚点叫你的 你倒着急 赶紧坐 大姑娘 大姑娘 把我们都叫来 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还得陪李哥做功课呢 花季经营至今 钱库里的盈利 已经有五十万了 五十万 这么多 五十万 我记得你说过 如果攒够了五十万 按照那个大庆率 那 那 大姑娘 咱们真的赚过了一笔书钱 能顺免流放之嘴呢 我的个七娘啊 当初大姑娘说这话的时候啊 我就当她发梦了 那没声响 真成真了 了不起 但是这笔钱 只能赎回一个人 是 所以今日叫大家来 是想同大家商量 这笔钱 咱们该如何用 若是赎人 又该先赎谁 我是觉得 祖父的年纪大了 应该先把他接回来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呢 只有一份钱 当然要把老太爷 先赎回来了 柏鱼这样的半大小子 有什么苦吃不得 你这个主意 我没有意见 那 到哪儿去赎人啊 这个钱 又交到哪儿了 娘 祖父他们现在在北地 一个叫做三白城的地方 这笔赎钱得送到那儿 交给三白城的衙门 所以我决定十日后 便启程带这笔钱去 北地 那这么说 你能看到柏鱼他们 还行 大家赶紧制一批衣裳贤帽 再带上药材 吃食 有多少带多少 好好好 现在就去制备 现在就去制备 我跟你去 来 来 来 都去 你们赶紧去制备 芷儿 你喜欢画师 是为了带着我们娘俩的画像北上 是吗 我准备给四叔一个惊喜啊 我这就回去 给画师赔不是 得请他把我画胖些 平洋看了才放心 芷儿 我净高兴了 你去北地 是一个人吗 自然不是 便是外出行商 也会带上家庭护院 车队马匹 对对对 那叶先生是咱们护院的头头 他是不是也陪着你 护着你啊 他还有些其他的事情 我就不麻烦他了 他是每个月在咱这儿拿月签的 什么事由你重要啊 娘 你就别操心了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 你去去 去去我 不介紹的 你去去去 我这儿 我来 好 我这儿 我去去 怎么一忙起来 连个音信都没有 他手里都是些要紧的事 不回来也行 平安就好 北上的事情 等他回来再告诉他吧 好 小心 大姐 站住 别跑 站住 快 停点 没错 他就是前两天跑驼的招国探子 黄都内外 招国探子的老巢都搜遍了 这又哪冒出独牢来 可能是来送信的吧 运气不好 让我们给撞下了 空的 不是空的 我来晚一步让他给吃了 吃了 再晚点来捅他吃 刚死一刻 只还耗不掉 偷了他 偷儿 此人前日邪密信如今 尚未送出就被截获 抓不持此金 朕没想到啊 吴将军 朕亲疯的朕北大将军 竟与招人表里违剑 这样的人替朕守边 那与开门一道有何区别 间隙替伯复复处置了他吧 陛下 我在北营戍边十年 深知吴将军先日起刑 此事恐怕另有隐情 如今大将凋零 若再世吴勇 北地几乎无将可少 即便心调降临 恐怕也难以服众 你意思是 他是冤枉的 吴勇是否冤枉 陈不知 事关重大 陈愿意亲去北地查得清楚 若他当真与招国勾结 我定将他就地正发 这么着急北上 咱什么也没准备啊 你不去啊 不去换个人 头儿 我不是那意思 我的意思是 咱多多带点衣裳 四肢 他不去 我去 我还没去过北边呢 去去去 你小孩不能出来的 头儿 咱就算快马北上 往往也得二十多日 那花家那边 您就不去了 我会跟他说的 慢点 烫 可可来给你夹一个 别拿这个 还没烤透呢 这个好了 小心烫啊 叶先生回来了 叶先生 过来吃个橘子吧 不了 你们见到花纸了吗 刚才放课时他还来了呢 在小教场转了一身就走了 这会儿 大概在账房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要吃虫 记忆流飞 心血未观 心里未改 茶叶或粗浅 滋味乃春天 啊 明前夕才收拾 啊 公平穿浪漫 不荒一秋天 不老一炷茶 天落水 鸟是虫 记忆流飞 心血未观 心里未改 茶叶或粗浅 滋味乃春天 啊 明前夕才收拾 啊 公平穿浪漫 啊 明前夕才收拾 啊 公平穿浪漫 啊哦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